6月21日 由香港乐团竹运小吉 带来的 《闲歌不绝》 百年乐运复刻计划 讲座音乐会 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90后香港音乐人董纸晶 是乐团的胡琴乐师 也是这场音乐会的策划人 《闲歌不绝》 也是我策划的 在乐团里面的第一个项目 我策划这个项目 其实是因为 我对乐团的兴趣是很大的 然后我希望 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乐团究竟是怎么样的乐种 然后就重现早期的广东音乐 这个项目对我最大最大的意义 就是可以知道先贤的 很多非常有趣的想法 原来音乐可以是这样的 这样是晚音乐 我们常常说晚音乐 董纸晶玩的乐团 又叫广东音乐 是流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 珠江三角洲 及广府方言区的中国私主乐种 其前身主要是乐剧过场音乐 和烘托表演用的小曲 在20世纪初期 乐乐发展成为独立演奏的契乐曲 其实乐乐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海纳白川的音乐 中西乐的合奏 这些我们叫做Fusion的 其实很早很早已经在乐乐里面出现了 在当天的音乐会上 既有广东八音组合 娱乐生平 硬工组合 百花亭闹酒等 也有中西乐组合 双生恨 厄马摇铃 为了更好复刻百年乐运 董纸晶等香港青年音乐人 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从黑胶唱片中 寻觅乐乐发展痕迹 最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复刻 主要的是有一个 复刻黑胶唱片的一个工作 当时候的录音是非常有限的 有一些乐器 其实是听不清楚的 因为我们这个复刻是 每个乐师都把自己要演奏的 那个乐器 默写出来 每一个音都默写出来 如果有一些是 蒙糊的 或者是跟其他乐器 混在一起的声音 有一部分是 要用很多的软件 怎么样去把那个声音弄出来 如果也弄不到 我们就 根据那个前文后理 去把那些音符填充下去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2019年 竹云小吉在香港大会堂 举行了第一场 弦歌不绝音乐会 年轻化乐团的弊端 也在那时显露出来 我们的乐师都反馈说 可能我们演奏还是太学院吧 就想办法去克服这个事情 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学院出来的人 怎么样可以不学院呢 然后就找不同的方法去复刻 其实复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在我们的计划里面 去把我们的学院的那个味道 洗掉一部分 然后跟不同的师傅去学习 董指经说 竹云小吉希望通过内地巡演 与更多明月专家交流 一起让各地明月 百花齐放 弦歌不绝 我希望在巡演的这个过程之中 可以听取不同地方的专家的一些意见 怎么样跟他们的处境 和我们的处境比较下来 怎么样去互相去学习 然后把这个理念可以发扬光大 到每一个乐种也可以通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